巴基斯坦雄狮特技飞行表演队这两天的精彩表演 也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对于这支第一次来到珠海航展的飞行表演队 很多人还是感到有些神秘 巴基斯坦雄狮特技飞行表演队的队员们 全部由巴基斯坦空军学院的教官们组成 这次呢他们将会驾驶中巴联合研制的K8教练机和骁龙战斗机呢 在珠海航展上进行首次亮相 通过和他们的近距离接触 我们发现除了飞机以外 在他们身上也能找到中国的身影 他们把中国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除了会说几句中文外 记者还在他们每个人的袖子上都发现了雄狮的中文字样 朱纳德机长告诉记者 飞行表演队员们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来珠海 除了珠海的海鲜非常吸引他们外 中国人的热情也让他们非常感动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更加认真的完成每次的表演 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 这一次骁龙战机能在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 因为以往每一届航展都有它的模型展示 在前两届的航展上 骁龙要来的消息看似都已经板上钉钉 但最后都因故取消 本届航展上巴基斯坦空军派出的 有着中国血统的骁龙战机和K8将战机 能够参展并进行精彩表演 使中国的航空民们兴奋不已 他们也成为了中巴两国有益的见证 我们支持我们的仲杯和中国关注 我们相信 崇拜由于往水